在当闭人眼里 她是个倒霉倒家的女人 中南眉四年 年年遇到灾难 什么东西都她遇上 倒霉死了 她也是一个流言蜚语缠身的女人 她说自己的创业故事不堪回首 就是说她是靠男人关系 才可以把事业做得这么好 她难听的话都说尽 判了四年终于判来了丰收记 但是连日大雨 却让她欲哭无泪 蓝眉无法采摘 预计三百万元的收入就要泡汤 她该如何应对 是赔还是赚 等待张群英的 将是什么结局 欢迎收看知福经 我们今天要给您介绍的主人公 叫张群英 一提到她当地人都说 说这是一个很倒霉的女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张群英重蓝眉年年出事 第一年她遭到了旱灾 第二年又遭遇到了台风 第三年雪灾 去年又是干旱 好不容易盼到了今年 蓝眉进入了风产期 预计总收入能够突破三百万元 但是记者去采访的时候 张群英又遇到大事了 眼巴巴的看着蓝眉结果了 她却没有办法去采摘 四年才判来这个丰收记 张群英能实现她的财富计划吗 张群英告诉记者 她最近愁得吃不下睡不着 她中的一百五十多亩蓝眉已经成熟 但是最近的大雨一场接一场 她根本没办法采摘 就这刚刚那种风被刮倒的 因为浪眉都很新鲜的 刚刚被风吹倒 这已经全部都折断了 对 折断了已经 那就折断了这棵树 是不是就活不了了呀 活不了了 没有了 都影响下一年 下一年等于都没有了嘛 收入 很可惜这个 那没办法 还长那么大的锅 被风吹断的蓝眉树是少数 更多的情况是这样的 树没事 但果子却有很多被大雨打落在地上 这些树全刚打落的 有点硬的 这个都是刚打落下来的果 像这么一颗果 它现在的市场价 也最少是几毛钱 五毛钱一颗 它打落你看 几百棵都不止 一棵树起码一长雨就省湿 最少最少一百块钱 六月份的雨 已经让张全英损失了 价值三十多万元的蓝眉 今年是张全英种植蓝眉的第五年 蓝眉树也进入了封产期 往年 像这样大小的一棵树 能结不到十斤蓝眉 而今年封产期 这棵树至少能多结两斤果子 今年的大丰收 张群英已经期盼了整整四年 预计今年采摘季的三个月 销售额能有三百多万元 然而 今年六月初开始 连续多长大雨把张群英的心都打碎了 美若为个国际毛钱 原本我想 今年靠这批蓝眉采收完了以后 把房子重新盖一转 这回很多事情都不如我所愿 一夜之间所有的美梦都破灭了 张群英基地的蓝眉 可以从五月中旬采摘到八月中旬 从五月中旬到六月初 他卖掉了二十多万元的蓝眉 原本他卯足了劲 想今年再卖三百万元 但是六月的雨 让结局成了猜不透的谜 记者采访的第二天 太阳出来了 这让张群英非常惊喜 但是在蓝眉园转了一圈之后 他却突然哭了 怎么回事 就感觉平时你的性格 应该不是这样的 用自己的脚踩着自己蓝眉的感受 表达不出那是一种什么感受 所以就情不自禁 落果让张群英心疼 而接下来的情况 更让他措手不及 六月的天 孩子的脸说变就变 刚才还是大晴天 一转眼就又是一场大雨 在当地人眼里 张群英是个倒霉的女人 中蓝眉年年出事 第一年他遇到了旱灾 第二年遭遇台风 第三年是雪灾 去年又是干旱 他有一个女人在这边来包山吧 是不是运气不好啊 他怎么这么倒霉呢 什么东西都他遇上 这个女人怎么搞的呢 倒霉死了 别人看笑话 但张群英根本不当回事 而且越战越勇 在他的字典里 没有认输这个词 你说我不行 我一定行 你说我干不好 我一定能干得好 就是你抱着这种意念 一直走走走走到今天 等待了四年的大丰收 张群英本想扬眉吐气一把 却被一场又一场的大雨 浇灭了心里的期盼 他的心揪到了嗓子眼 雨如果一直下 不仅三百万元的收入会泡汤 他更会成为当地人眼里的笑话 今年张群英的三百万元 能到手吗 张群英告诉记者 从2013年来这里种蓝眉 他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 一百五十多亩的蓝眉 种在这座山上 还有二十多座坟墓 他一个人住在山上 非常害怕 我会背很多就 防身的 对 防身的 张群英从房间的各个角落 找出来各种各样防身用的工具 他说就是这些东西 给他壮胆 陪伴着他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 就在张群英向记者介绍时 他突然气不成声 委屈 害怕 很多东西只有自己经历过来才知道 当时又没地方去说 有时候不敢去说 张群英说 种蓝眉的这几年 心酸不堪回首 更让他不能接受的是 当地人关于他的流言蜚语 网上除了这么光鲜亮丽的出来 说的不好听一点 就像他们说的那种 做台小姐一样 就是说他是靠男人关系 才可以把事业做得这么好 种种查册都有 都走不出来 都说很难听的话都说尽 当地人为什么会这么说张群英呢 面对流言 张群英选择了沉默 但他暗下决心 一定要把蓝眉事业做出个样子 让别人看看 四年盼来的丰收季 却遭遇多长大雨 三百万元能不能到手 等待张群英的 将会是什么结局呢 包着小狗狗是什么感觉 很暖的 很暖的 这是张群英的儿子徐炎哲 2013年的时候他三岁 可以上幼儿园了 在家做全职太太的张群英 觉得自己可以出来找点事情做了 刚好当地有人要转让蓝眉园 张群英一打听 发现五亿县当时只有这一家蓝眉园 当地市场上的蓝眉 都是从外地运过来的 价格还挺高 因为当时的价格 蓝眉三十块钱 还是比较高的一个价格 只要把这个蓝眉管理好 能够给它卖出去 那肯定是有钱挣的 2013年3月 张群英以35万元的价格 接手了蓝眉园 为了尽快掌握蓝眉的种植技术 张群英去浙江省的很多地方考察学习 种蓝眉的前四年 虽然每年都有自然灾害 但还都有部分蓝眉上市 卖到当地市场上 一年有100多万元的销售额 这一串就两两磅 最少两两磅 现在按六十块钱 一斤来算 这也就有二三十块钱 就这一个字头 十斤是有的这一棵树上 就六百块钱 蓝眉价格贵 也不愁卖 今年又进入了封产期 这让张群英非常期待 他盘算着 蓝眉全部卖出 能有300多万元的收入 可是六月份的多场大雨 让家人朋友 都替他捏了一把汗 就直接影响到他的收入 今年能不能赚到钱 担心他还能不能坚持下去 记者采访的第三天 大雨停了 很多客户找张群英买蓝眉 但他却不卖 这是为什么呢 张群英摘了一颗雨后的蓝眉 让记者尝一尝 是真酸 就是口感没有蓝眉的那么 没有那个甜度 对 一点都不浓 这些比较淡 因为阳光不充足以后 它存在也不怎么好 原来蓝眉淋雨后 甜度不够 口感会变淡 蓝眉不是最佳的口感 张群英宁可没有收入 也不卖 他说卖出去 就是砸自己的招牌 假如说 我还是把这皮股卖出去了 有一定的收入 但是长远考虑 把以后这些顾客 对你的信任值降低了 把顾客赶跑了 下大雨的时候没法采 雨停了又不卖 张群英要怎么实现三个月收入三百万元的财富计划呢 最后成熟的果子是这一种 从地这个地方 它都已经整颗都变黑了 这个就已经完全成熟了 它的糖分跟营养成分都已经足够出 所以这个就可以采摘了 蓝眉分批次成熟 在一根枝条上会有颜色不同的果子 只有像这样熟透的蓝眉 张群英才会让工人采摘 怎么采摘蓝眉 张群英有自己严格的要求 上午十点半到下午三点 因为气温太高会影响蓝眉口感 在这个时间段内 张群英不允许工人采摘蓝眉 连续长时间下过雨之后 只要太阳晒上一两天 蓝眉的口感就能好转 张群英告诉记者 很多消费者都是一颗一颗的吃蓝眉 而他却有一个让蓝眉更好吃的办法 一把人在三四个三四个吃 因为抓的过程中 手透的跟不手透的都会一把吃下去 口感就特别会均匀一点 我尝尝 如果一个一个吃就没有这种口感 你可能吃到一个是带点酸的 一个带点甜的 就这样吃下去 我感觉是酸酸甜甜 在一起混合 就酸的也没有那么酸 对 然后甜的就把那个给 就分下去均匀下去了 对对对对 除了采摘时间之外 张群英还有一个要求 工人们在采摘的时候 要格外小心 不能碰掉蓝眉表面的果粉 果粉就是蓝眉表面白色的这一层东西 有丰富的营养价值 你手一动 你看一碰 都没有了 都没有了 完了你踩在过程中 如果用手捏着去摘的时候 就是把你的 可以把你指纹都印上去 就是那么薄 现在呢 很多消费者 他认为这层白白的果粉 是要洗掉的 就反而觉得是不好的 但是他们不知道 这里面带着果粉的 其实更新鲜 7月1号这一天 张群英告诉记者 第二天 他要干一件大事 如果顺利的话 他一天的收入 能突破10万元 这天晚上 他一直忙到了凌晨4点多 生怕有哪个环节 准备得不够充分 一天收入10万元的蓝眉之战 张群英能打好吗 7月2号一大早 天气晴朗 这让张群英的心里 更有底气了 今天是乡里举办蓝眉节的日子 邀请来自江浙湖地区的 一千多名游客参加 这已经是当地举办的 第四届蓝眉节了 现在当地有40多家农户 跟着张群英种蓝眉 全乡种植面积达到600多亩 张群英非常期待这些游客 到他的基地采摘 希望这一天的收入 能突破10万元 要摘这边 地这边 这边都是纸黑色的 才是熟的 黑色的不要摘 到张群英基地采摘的游客 不收取门票 也不限制采摘时间 每个人收费120元 发一个两斤装的篮子 自己采摘 要是在地里吃 那不限量 敞开了馆宝 这让游客们都很开心 先采的 感觉到味道确实不错 谢谢你再来 下去可以吃点辣妹干什么 免费的辣妹酒什么的 张群英招呼了一天游客 下午六点活动结束 记者想问问张群英 今天的收入怎么样 可怎么也找不到的 等记者再看见她的时候 张群英告诉记者 她刚才一个人躲在屋子里数钱 想独自体验一把收获的喜悦 点完钱 7月2号这一天的收入 一共七万四千多元 虽然没有达到预期 但也是今年进入采摘季以后 张群英收入最多的一天 蓝莓节一天的收入是不少 但是活动一结束 游客数量就少了 基地也安静了很多 接下来张群英要怎么吸引游客呢 她能不能实现 三个月收入三百万元的财富计划呢 预备开始啊 加油加油三分钟 这是张群英组织的一场 包蓝莓饺子比赛 比赛有12个人参加 6个人一组 看三分钟时间内 哪个组包的饺子最多 获胜了一组 将获得张群英提供的奖品 你们也要笑一笑的嘛 都那么严肃的 饺子都不好吃了 做两个面团 一样的面团 蓝莓饺子的特点在于它的面 先把新鲜蓝莓榨汁倒入面粉里 加水搅拌均匀 和好后面粉看上去就有蓝莓的紫色 看哪个队影啊 太平洋的能不能演 来 紫关队能不能演 来 张群英是怎么把这些游客吸引过来的呢 原来她设置了一些能让游客参与的活动 在网络上发布信息 吸引了很多公司组织员工来参加 这批游客就是从金华市永康县过来的 倒计十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停 好了好了好了 手上停掉 你们排好 一排十个一排十个这样排起来 好点一点 比赛结束后 两队开始统计各包了多少个饺子 现在是紫关队赢了 一百十八个 都赢了 获胜的队伍每人得到一盒蓝莓杆作为奖励 比赛结束后 大家的午饭就是吃自己亲手包的饺子 蓝莓饺子一端上来 大家就一轰而上 没一会儿的就抢完了 这位游客吃到了一个幸运饺子 吃到一个惊喜啊 一个蓝莓 一整颗蓝莓啊 太漂亮了 太运气了 吃完蓝莓饺子 游客们还可以体验一把打蓝莓年糕 跟包饺子不同 做年糕需要用米粉 米粉活好后 捏成一个一个小的米粉团 放在锅里蒸上15分钟 等时间快到的时候 拿一根干筷子插米粉团 如果不粘筷子 就可以出锅了 打年糕需要两个人配合 一个人打 一个人要往米粉团上蘸水 等把米粉团打成一整块的时候 年糕就算是打好了 这个时候蘸上点红糖 就可以直接吃了 香香的 糯糯的 还有那个桑花猪 蓝莓的那种 清香 到张群英这里参加活动的游客 按人收费 每人每天收取一百元钱 可以免费参加包饺子 打年糕的活动 还能免费吃蓝莓 新增加的这些体验活动 吸引了很多游客 张群英每年都会加工一些 蓝莓酒 蓝莓干等产品 游客还可以买一些带回家 这个就是他们这边的蓝莓干果 那像这个干果的话 他们没事也可以拿来吃 而且放的时间可以久一点 张群英一边想尽办法吸引游客 一边挤时间带工人采摘蓝莓 傍晚还要加班去卖蓝莓 记者发现 张群英很注重形象 去送货之前都要认真打扮一番 他的车上都随时准备着两套衣服 一套干活的时候穿 一套见客人的时候穿 有时候时间来不及 就直接在车上换衣服化妆 张群英和当地很多超市都有合作 白天在地里忙活 傍晚才能去送货 而且还打扮得很漂亮 深夜才返回基地 所以当地出现了很多 关于张群英的流言蜚语 我想一个女人 做事业特别是心态问题 是特别重要的 不能被这些言语所击垮了 走自己的路 别人让他们说去吧 不管受多大的委屈 张群英只要一看见儿子 所有的苦和泪就都烟消云散了 采访的时候 记者拍到了这样的场景 张群英接受采访的时候 儿子几次采来花送给她 因为丈夫不支持自己种蓝莓 所以张群英这些年都是一个人带着儿子创业 她干活儿子就在旁边陪着 看她太忙没时间吃饭 儿子六岁的时候就学会了给张群英做饭 像她这个岁数应该就是在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怀里 可是这个给她太少 她也不敢撒娇 因为她也知道妈妈的不容易 儿子的懂事遭熟 让张群英很心酸 也让她更有了前行的动力 节目播出前 张群英给记者打来电话 截止8月1号 她的总收入达到了250多万元 后面还有半个月的采摘期 张群英说她要加班加点 朝着三个月收入300万元的计划 再拼一把 卖就要卖最好的蓝莓 品质不满意 宁肯没收入 也不要让它流向市场 正是靠着这种追求产品极致的劲头 让张群英赢得了客户的心 也证明了他自己 好了 各位观众朋友 您在收看农业节目的同时 不要忘记拿起手机参与摇摇互动 打开微信 点击发现摇一摇摇TV 获得惊喜福利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 微信移动客户端 同时欢迎登陆央视网浏览查询 你还可以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致富经官方微信 获取更多致富信息 广告之后 我们一起来看致富经下期节目 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他是村里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人 在上海有一份体面的工作 是父母和全村人的骄傲 他竟然瞒着父母辞职 偷跑回农村老家 养起了七彩山鸡 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人 创业遭遇失败 人生跌入低谷 也是因为这个人 让他信心大增 逆势崛起 看安徽淮南的王磊磊 如何实现合作共赢 财富爱情双丰收